他會把我兩隻腳弄成M字形 更加碰到我的私人部位 我大腿內側, 甚至是… 陰部的位置都有 用他的手按住我的頭到水底 扣不動氣 昨天我們報道過 有攝影師在私人期間 懷疑非禮未成年少女 還涉及性暴力 受害人數不斷增加 年僅18歲, 剛搭燭社會的Kiki 也是其中之一 她沒有問過我的情況下 突然拿起我兩隻腳 放在她的肩膀上, 然後警惡我 然後她是站高的 之後我是有點不知怎辦的 為了好奇和嘗試 她也有拍大尺度的性感照 想不到就受到類似性暴力的對待 然後她就說我的狀態好像不太好 然後我連反應都還未來得及 她就突然捏著我的頸 然後就伸了手指進來 我的嘴裡 那時候我呆了在這裡 我不知道給了甚麼反應 我也是吹開她 但是她比較大力 我又不是很夠力的吹得開 你爸爸說我的似乎多了 你怎麼沒有選擇 她應該要找一個雙手 所以她想她想跟她的 酷uit發 做什麼事 那一定會有多多漏派 她會喜歡她的 她她撆開了 她會選擇她的 然後你接受她的 她會選擇她的 她會選擇她的 她已經用她的手按住我的頭 她完全沒有知會過你? 沒有 當我意識到時, 我已經在水底下 我感覺到很危險 她一直按住? 一直按住 很痛苦, 因為水一直進入我的眼睛 一直進入我的鼻子, 耳朵都進入水 然後開始, 人就很溫暖 按住在水底一分鐘 攝影師終於拍夠放手 但Hannah也差一點窒息 整個人都震了 不是害怕那種震, 也不是生氣 而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種很迷惑的震 去到嘔吐完之後 我才有一點氣力去問她 你知不知道這樣會死人嗎? 為什麼你不問過我? 然後她怎麼回答你? 你不是喜歡窒息嗎? 我還以為你會喜歡 甚至沒有正面看過我 再繼續做其他東西 抹一下她濕的手 完全是不尊重我 不同的受害人都說 現場被她的氣勢鎮壓著 事後報警, 又怕證據不足 唯有自己啞人 我自己又想起我跟她怎樣的過程 然後就發現我自己都好像被她侵犯了 我覺得自己好像… 骯髒了 在我們的研究報告裡面 其實很大部分的受害人 都會有選擇不報警的情況 或者不公開的 譬如他們會去擔心 譬如在整個司法程序裡面 太過…很多很複雜 或者很擁長的一些過程 除了在這些程序上的反覆 本身社會上也有很多一些成為迷事 我們很容易… 譬如我們會想一些保護的層面 都會把責任擺在一個受害人身上的時候 有時會出現這些自責 或者內疚的時候的話 都會影響了他們不敢對別人說 或者覺得這件事很難以啟致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條求助熱線 如果他們想照顧自己的程序 先可以接受我們的報道服務 另外我們行一些報警的程序 或者一些需要醫療的服務 我們都會有社工配託 直至Hana在網上發問 公開自己的經歷 才引來大量受害人現身 原來是有13至14名女生 跟她合作的期間 都有受過不同程度的性暴力對待 或者性騷擾行為 有幾名受害者 年紀比較年輕的 可能都是17、18歲 介乎成年和未成年之間的年齡 就會跟我說原來他們都有跟她合作過 但因為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 都是覺得有問題 害怕是覺得原來是自己 只有自己覺得醫名攝影師有問題 所以不敢說出來 經由我的嘴唇在我的社交媒體上發佈後 才夠膽跟我分享她的經歷 我另一個朋友今年十五歲 她試過跟她在洗衣店拍攝 然後就坐在一個洗衣籃上 拍攝後攝影師就問她 她問她會否起不上身 然後那個女生也回答 其實我會自己起床 是可以的 但攝影師就沒有問過她 然後直接拼起她的人 她兩個手指公是碰到她的胸部 我覺得她很會選擇人 因為她會選擇一些比較害怕的女生 她就很煩 如果未得對方同意 又碰對方私人 包括有淫蝕成分的部位 可能就構成非禮 如果對方本身是一個未成年的人士 包括未年滿十六歲的話 甚至乎法例都推定了 這個少年人是不會給到一個有效的同意 所以如果對方又未年滿十六歲 而亦碰一些私人部位的話 違法的風險構成非禮的可能性 就相當高了 因應幾位受害人的指控 我們上到詩先生 個人網站標示的工作室地址 希望找她回應 誰知道燕子早已轉手 我們唯有打給她質詢 我沒有做過這些事 有十幾個女生 都同時對你有這些指控 當然沒有做過 你問誰都不會說有做過 我也知道經常得罪人 可能是我們有些爭吊之類 可能拍攝完之後 她可能不喜歡那張照片 不想我鋪上去 拍攝之前已經談好 照片會鋪上網 也是口頭和鼻咬 是 這樣,沒什麼其他東西回應 不好意思 還有我想… 因為有很多女模特兒,先收到 對於菲麗指控 她歸咎於受害人不滿意她 隨意鋪上網 原來她早在社交平台發佈了 互惠約拍摧之 重點是照片版權歸攝影師所有 拍攝前沒有協商 拍攝後無論基於任何原因或理由 提出不可以發佈照片的要求 都一律不如理會 可憐Janny說 連酒光照片都被擺放上網 我感受到有疾病 但因為這件事之後 我看見醫生的次數也密了 而且要每天都吃藥才睡覺 擔心她會有一天 把我的酒光照片放上網 問題是,這個互惠約拍摧之 到底有沒有法律約束力呢 如果單方面加一些攝影規則 對方從來沒有同意過 又或者未有機會瀏覽過的話 這一方面一般來說的法律效力 經常會容易被人成功挑戰 比較理想的情況 就是起碼都有一個共同的版權 如果日後就著這批照片 我不想對方隨意去用的話 由於她都是共同版權持有的人 她亦可以從版權條例 要求對方不要隨便去責任 希望你不要再傷害這麼多個女弟 這樣真的很過分 總之就不要作出任何 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 而她傷害人的所有行為 我希望她可以就這樣停止 不過除了提醒自己要加倍小心 她們更加鼓勵受害人 於是要勇敢站出來 如果之後再遇到一些事情 記得找人幫忙 不要收拾萬賣 你想報警處理 你想跟你家人說、訴說 也可以的 但永遠都要記住 你是受害者 而受害者不需要100%完美 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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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